這個列車之旅的第一晚即將開始了 我現在就在聖Petersburg準備出發去Moscow 這個是比較便宜的列車 但我也是接著這個第二層的 差不多了 我覺得自己好像在發現新大陸 原來這個位置是可以建一個樓梯 或是爬上去 有點艱辛 不過 發現身隔床一點都不差 因為我的身高是完全剛剛好 所以坐在這裡起來是沒有難度的 還有上面也可以擺盒來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下面已經被人擺盒了 就很辛苦 我現在在Moscow準備出發去 我第二晚第二層的火車 我現在就去Cassan 希望我沒有錄錯 先走走 我應該要去這個11號的卡 找我的床 這個就是我今晚的Triper 它是Double Decker 是兩層的 但是看上去比特馬的 很明顯是有很多 我現在一到第二層 可以走大一點才行 很明顯1至32號 它是在下層的 我現在就要去找10號 這個我找到了 這個就是這裡 我們早餐 昨天呢 就是快點上床 它完全是坐不到的 超辛苦 然後呢 我還要在夜間收服 所以把我的背包呢 放在上面 這樣呢 這裡也是床來的 但是呢 是早上床呢 如果沒有人坐的時候 就把它變成了 一陣堂 就知道 說實話 好 好了 現在呢 我是從吉山去近這個 Purano Yass 那這裡是中途 就說呢 會停50分鐘的 雖然我不知道 這裡在哪裡 但是我決定 稍微走一走 嘩 我終於感受到 這新鮮的空氣了 今天很明顯 你看到我的樣子 已經是驚慘 這樣呢 我決定 金晴町要介紹一下 我金晴町的衣服 首先有很重要的濕紙巾 第二樣東西 當然是吃 我今晚的晚餐 就是這個 即食的 mash potato Tea tree oil 因為我發覺 從第一屆 我不知道是不是 很多濕 還是怎樣 總之我是保持著 的 雙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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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u 那麼 西木有書 甚至